無線電視務總經理陳志雲 由藝人王喜培同下 來到區域法院聽取判決 期間近8名記者在庭外真相採訪 場面混亂 而陳明孫和崇培坤 也先後來到區培法院聽取裁決 陳志雲、崇培坤和陳明孫 被控村謀抓遍無線電視的罪名 全部不成立或准撤銷控罪 法官表示 陳志雲出席09年 奧凱培坤的隨席倒數活動 是以名人或者藝人身份做兼職 並非以無線高層身份出席 而奧凱培坤也知道 向無線支付130萬元 只是製作費 不包括陳志雲的演出費 法官認為 陳志雲在活動中的演出 並沒有對無線不利 由於陳志雲不是合約藝人 無線無權抽擁 陳志雲是否收費 以及收取多少費用 亦與無線無關 法官又批評無線電視 對於藝人不收錢 為一些活動撐場 沒有明確的政策 考慮的因素 似乎並非關於活動 是否商業性質 而是考慮藝人 是要為哪些高層人員撐場 既然公司在這方面 沒有既定的政策 陳志雲和崇培坤 根本無需要 因為邀請藝人免費撐場 而隱瞞公司 所謂判罪名不成立 香港寬頻電視記者 鄭漢誠報導 為了